内蒙古,东起东京126度,西至东京97度,是中国跨越京都最大的自治区。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横跟东西,黄河以几次行穿越一角,森林、草原、沙漠、戈壁,这里有着丰富多样的自然地貌。 我们的空中旅程从东部的呼伦贝尔开启,在大兴安岭脚下领略春天的色彩,走过夏季的草原寻找秋日的抑郁风情,告别冬季的落叶松,去往草原深处,感受一场激情澎湃的雪地狂欢。 大兴安岭的春天十分短暂,到五月才迟迟到来。 但达尔滨湾湾湾的兴安杜鹃却抓住了这个时机,迅速绽放开来。 达尔滨湾湾的土壤来自于大约九万年前的火山爆发。 达尔滨湾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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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 来到夏季的草原 我们仿佛打开了电脑的桌面 在这片看似单纯的绿色中 人们可以找到一千多种不同的植物 绵羊是草原五处中数量最多的动物 它们天性耗尽热爱群居 抱团从众是它们最大的特点 羊群效应这个词 是对绵羊性格最好的阐释 高度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 这片湖泊的颜色 这是内蒙古最大的湖泊 呼伦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称呼 山海经历 它被称作大泽 蒙古语中 呼伦湖又叫达赖湖 意思是像海一样的湖 两千多平方公里的面积 让它当之无愧地成为草原上海一般的巨湖 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城市 曾经有个蒙古语的名字 霍勒金布拉格 一九零三年 沙皇俄国修建的东清铁路通车 这里成为进入中国的第一站 满洲里亚是俄语满洲站的意思 人们从此将这里称作满洲里 深居中国、俄罗斯、蒙古三国的交界处 满洲里的叶色 也有了别样的风情 俄罗斯的手工一品套娃 被放大到三十米高 在草原的叶色中绚烂夺目 中俄边界的这座建筑 是满洲里的第五代国门 一百多年来 这座口岸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贸通道 中俄贸易百分之六十的陆路运输 都以这里为枢纽 这条蜿蜒曲折的河流 在我国雄击版图的机关处 它起源于大兴安岭 自西南流向东北 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戒合 最终汇入了黑龙江 尽管中国境内的主干道 只有九百七十公里长 它却分支出一千八百多条支流 滋养着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 俄尔古纳河是蒙古族的发祥地 也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族